卷起庫管踏入温泉池 周末一早气温断崖式下跌 北头复兴公园泡脚池 两个池子挤满人潮 两波大陆冷气团接连报道 第一波从十六号晚间影响到十八号 又湿又冷的天气形态 最冷时段落在十七号清晨 低温地区包含新竹以北 宜兰地区十到十三度 马祖九度金门十一度 澎湖十六度 气象署也将发布低温特保 北台湾地区从今天清晨的十八十九度之后 整个温度都是持续越晚越冷 那明天一整天的温度 整个怀升的幅度也不明显 整天都只有在十二度到十四度 要注意保暖 接着第二波冷空气报道 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十九号下半天持续影响到二十二号 最冷的一天是二十一号清晨 苗栗以北和宜兰地区 有机会跌破十度低温 第二波的冷空气 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的时间比较久 到了二十二号的时候 温度或许还会再更低 苗栗以北跟宜兰地区 有机会来到八度到九度 也不排除如果温度再低一点 也有机会来到寒流等级 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清晨 中部以北三千五百公尺高山 有机会下雪 不过第二波雪期较少 二十号北部东北部地区的 两千五百公尺高山 也不排除下雪 观众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也别忘了做好保暖 三年轩蔡中家一台报道